这个饮食出了状况 竟然是因为恶作者的玩笑开大了 云林一所国中在11号发生多名学生 身体不舒服送医的状况 而校方追查发现 疑似是有一名同学在午餐的汤筒里头 竟然是加进了厕所的洗劫剂 这一家害得9个学生还有一个老师 不小心务实紧急送医 幸好这10名师生经过检查身体之后 都是没有大碍的 也已经回家收养了 而目前警方跟教育局 也都介入调查 一辆又一辆的救护车开进校园内 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原来云林这所国中 爆发学生集体身体不适 一查才发现竟然是同学恶作剧 其实当下我们老师就发觉到了 因为同学在讲说 怎么汤有一个怪味道 那老师也跑过去测试了一下 原来11号中午 一名男同学将洗厕所的洗劫剂 倒入了午餐汤筒内 造成9名学生和一名老师误食 出现头晕恶心腹部灼热等情况 紧急送医检查 幸好经过治疗 身体都没有大碍 这个孩子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调皮捣蛋 他应该是没有恶意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行为是非常严重 但也有学生家长PO出赖对话截图 说疑似班上最近有人钱包手机失窃 查到那名男同学他才下毒报复 孩子无端受累 家长们气得炸锅 而校方也通知了那名学生的家长 警方也介入调查 学校也将会针对这次事件进行辅导和检讨改善 并且加强宣导禁止危险行为 记者郭正义云林报道 又因为博爱座能不能坐引发争议 有一名妇人搭乘台北捷运淡水线时 明明自己是有座位的 但是当他看到其他乘客坐在博爱座的位置上 他竟然就要求对方必须要让位 还说你不该坐在这边 当下有乘客看不下去了 好言劝说 没有想到还被这名妇人回呛 本来就是应该要这样子处理 年轻人不能够站位 不过一问之下才发现 原来坐在博爱座上的年轻人 是新婚来台湾的韩国夫妻 他们根本就听不懂 结局上几满乘客 夫人突然从座位上站了起来 走到对面博爱座 伸手拍了蓝衣男子 这次博爱座 不要这样 男子一脸茫然作恶 也只能慢慢站起身来 本来就不是这样 其他人看不下去出来劝 但夫人还是念念有词 更认为这是应该的 他年轻人不该站的老人家的位置 好心提醒圣洁被富人碎念 口角冲突越演越烈 事件发生在台北捷运淡水线的车厢里 富人明明就有位置坐 却强行要求别人让位 整段过程被民众募集拍下坡网 引发热议 原来这名蓝衣男子跟妻子 是韩国人新婚特别来台湾玩 当时面对富人不断责骂 其实有听没有懂 直到被咆哮声吓到才赶紧站起来 有一点像易老卖老的概念 可以委婉的询问或是怎么样子 不需要用骂的 你不能硬性要人家说 我要你起来你就要起来 对此捷运警察 虽然没有接获相关通报 不过也提醒民众 不爱坐座位是礼让给需要的乘客 可以透过理性来沟通 这回国外观光客在捷运上 碰上强行逼让座的富人 被咆哮又责骂 即使语言不同 人受到不少惊吓 就怕对台湾的印象大打折扣 大甲骂回鸾绕境队伍 在今天早上进入彰化园林市区了 让不少信徒早早前来卡位 等着要弄丢咖 现场排队的队伍 就年年超过一公里这么远 但是人潮多 也容易爆发推击冲突 像是前一天 在北斗当地的一间工程行人员 就因为放烟火的问题 跟妈祖联教的秩序组人员 爆发推击冲突 大甲骂绕境推起冲突 再上演 北斗当地这间工程行人员 要放烟火 跟妈祖联教的秩序组人员 爆发推击 请务同仁发现后 立即强势介入自职 并将双方人员隔开 大甲骂绕叫回鸾 绕境队伍12号早上 进入彰化园林市区 人潮爆棚 这位坐轮椅的72岁胡先生 因为出车祸脑伤 还在休养当中 家人也专程推他来祈福 信徒不只能钻造地 庙方停驾当地医院 还开放抗照体验 不少医师试身手 为病患祈福 今年天气相对稳定 绕境期间很少有大太阳 医疗团发现 比起往年热伤害治疗 只占了三到四成 距离回篮倒数还有两天 提醒信徒沿途多补充水分 注意身体状况 才能完成一年一度的 徒步绕境之旅 记者带着我们有张华报道 水中河照比叶 竟然是被鱼给咬伤 而这样的海中惊魂 就发生在台湾外海 日前有潜水客 在水中开心的河照留念时 有人就比出了叶的手势 结果竟然甚被一只 肉食性的鱼类牛港生 给一口咬伤了 顿时血流如注 专家看了这样的案例也猜测 可能指头被误认成是食物 所以才被咬伤 索性这位民众经过送衣缝合之后 没有大碍 一群人在水中正准备拍照留念 才刚比出一个大大的夜 突然一只巨型牛港生 重向潜水客一口咬伤 顿时血流如注 再仔细看一次 前客才刚摆好姿势 下一秒这只肉食性的牛港生 误以为手指是食物直接咬伤 肉食性的鱼类 它正常它是不会攻击人类 可是人类如果有习惯去喂食物 如果误以为你拿了东西要去喂它 它可能不是为了要攻击你 它可能只是要取它的食物 正式案例就发生在台湾外 还有民众po文分享 潜水时团圆惨遭牛港生袭击 速度之快完全无法闪避 专家表示 一般肉食性鱼类并不会主动攻击 而牛港生生长最多可达一百七十公分 体重七十公斤 虽然不具危险性 但若是有喂食习惯 可能就会伤到人 专家进一步表示 尤其在台湾的潜水景点 常会以喂食来吸引鱼类靠近 因此在潜水时要避免 佩戴会反光的饰品 或穿亮色的潜水衣 否则容易成为鱼类的进食目标 还好该名潜客送衣缝合后 并无大碍 记者综合报道